我們其實一直這麼多年在尋找說 到底什麼樣的智慧製造 才是想應該要面對的位置 所以這次剛好搭到這個計畫 那我們也找到我們的一些系統的合作伙伴 那我們看了它的方案之後 我們覺得這個才是真正想要追求 智慧製造的未來的難度 那這次的案子又最好是說 我連結到四家的供應廠商 又是我前端最重要的一些來料的問題 刀具以前都用靠人管 用單具管 那藉由這一次我們講的案子 能夠把資訊拋上雲端 上下游大家都能看到非常非常及時的一個資訊 祥宜其實是在這個行業裡面非常出名的一個企業 那我們也很有榮幸能夠參與祥宜的整個數位化的一個過程 能夠提供一些我們數位化的服務給祥宜 這樣的好處是呢 同時祥宜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參觀工廠 所以我們可以帶客人來這裡參觀 整個它整個真正的成效 它也可以幫助台灣推動整個台灣的產業數位化的升級 我們也是從本來是做一些傳統的設備 傳統的客製化設備 逐漸走向更現代化更智慧化的這樣子的設備 因為你東西做出來沒有用 其實要有人買 那持續有祥宜這樣的客戶在前面 他有這樣的需求 那就點燃像是一個引擎 我們後面的這些供應商呢 就要加法徑一直不斷的研發 那新的東西做出來 他買再給我回饋 那我一直進步他也一直進步 那這樣就形成一個很好的循環 所以作為祥宜的供應商 我覺得在台灣來說 他是一個引擎冠軍 那我作為一個引擎冠軍的 就好像支持團隊一樣 我也跟著好像變成一個引擎冠軍一樣